這個都應該知道了 一般飲料寫的是哪一種 克也有很多 尤其有500克的 也有500ml 也有500cc 他們的差異在哪裡 我現在簡單來講一下 一般我們在談體積的時候有三種 一種叫做物體的體積 一種叫做氣體的體積 一種叫做液體的體積 那物體的體積沒有問題吧 它只要是規則就帶公式 不規則怎麼辦 塞到水裡面 那塞到水裡面利用的是什麼概念 它還是用到體的概念叫我們來說 好 氣體的體積要等到破液和豬身 才會血 所以在國小不破氣體 國中才開始控氣體 因為它跟壓力有關 所以國小沒有控氣體 國小有沒有控液體 就是說我現在在地山有一灘水 那你要去 我問你這灘水的體積是多少 好不好量 因為水會移動周界不固定吧 所以我要把水的周界固定 我要把水的周界固定要怎麼辦 所以我要找一個容器 把水給裝在容器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交容量的時候 剛開始有沒有一開始交容量 沒有 一開始交的力量 就是說我在杯子裡面倒一CC的水 倒兩CC的水 對不對 學生知道杯子有多少水以後才會交容量 容量是杯子裡面最多可以裝多少水 這樣有沒有問題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在容器裡面裝滿了水 好不好 那我假設裡面的水是100CC 也可以稱它為100ML 這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如果我描述的主角是水 那水本身有什麼 水本身有體積 所以我們就說水的體積是100CC 如果我的主角是容量呢 是容器呢 這個容器裡面最多可以裝過好水 最多可以裝100CC的水 那我們就說這個容器的容量是100ML 所以100ML跟100CC是同樣的 那在國小有交怎麼交 五年級交 高年級交 你說高年級交 你看看怎麼交 就拿一杯水 兩杯嘛 然後裡面有5CC的水 然後拿一個白色積木 注意到白色積木有的部分滲下去 然後你把白色積木丟到裡面 白色積木的體積是一粒半公分 那顆粒會三升 從5ML變成6ML 所以在國小這樣子 你可以寫一個ML等於多少 1CC 有做法 那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5CC 丟一個變6CC 再丟一個變成7ML 那有的想要不相信 你就鑽滿 鑽滿丟一個水會露出來吧 用容器接起來再去量 這兩種方法 所以1ML等於1CC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你是用容器的角度 還是用水的角度 這樣OK了 老師你剛剛說的CC是那個立體 最多你把它做力放在水 我們就說水的體積是1CC 我把注意力放在容器 我就說這容器的容量是1ML 容器的容量是1ML 指的是這個容器最多可以抓1CC的水 它是同樣的意思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古年級有沒有這個符號出來 有吧 那你要怎麼教 就是要用那個量杯嘛 丟個白色三身 因為兩倍這樣看到1ML 白色的體積是多少 1CC 這兩個就怎麼樣 一樣嘛 所以 老師們覺得 這三個描述方法哪一個 比較好 如果我們說500克指的是什麼 這一個 譬如說它如果說是果子好了 告訴你 果汁的重量是500公克 寫500CC呢 代表果汁的體積是500CC 我不管容器 如果寫500ml呢 指的是這個瓶子 最多可以鑽500CC的果汁 那一般來講 你看 如果它寫500ml 你真的把它鑽滿水 再倒到兩杯 會比500多還少 比原廠要搏 為什麼 因為它的500 只能多裝 不能少裝 譬如說這個容器 它說它是500CC 對不對 是500ml 實際上是安全容量 還是最大容量 安全容量吧 所以最大容量會比500CC 還要多一點 要不然它店會被搞 要不然它煤 鑽得很滿 那至於容器呢 什麼時候會討論容器 小燕什麼時候會討論容器 小燕什麼時候會討論容器 這個 當作車裡面的 那個容器 當作車裡面的容器 當作車裡面的容器 一般來講 還有兩個顯示 因為就是說 我如果容器裡面鑽的是固體 我們就稱它為固體的 這個容器的容器 一般容器 它其實是跟容量很接近 譬如說 我要看 裝了多少米 多少砂 多少玉米 多少砂 多少小麥 像這一些東西 它的形形跟液體有沒有很像 一堆米好不好量 待會兒會動來動去吧 所以我需要用容器把它 鑽起來的 大概才會用到容器 如果我談的對象是固體 我就稱它為容器 談的對象是液體 我就稱它為容量 那我們這樣延伸 一般散磚的 乱磚 和看神鋼這些從下 我們都說 像冰箱是討論容器還是容量 冰箱是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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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裡面都會裝固體 是容器 那容器跟容量的單位都是什麼 容器 那公升是 那公升是 什麼意思 一公升什麼意思 一公升指的是 這個容器裡面 最多 可以裝 一立方公寸 就是100cc的比較固體水 我在講一次 公升是容量的單位 但是容量本身沒有 容量真正的主角還是什麼 還是在談體積 所以容量談的是 液體的體積 容器 所以我們才會常常用什麼來用 是 c c c 所以c就是體積嘛 我們也不是說成員的 體積是不好 cc不會吧 對不對 cc就描述什麼 異底 習慣穿異底的體積 有c 不過它就是立方公分就對了 那這樣被整個量實測大概清楚了 我以為 不認為我都只能給我講完 以後講好久 所以我這樣也要講好久 我以為